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这个session 然后首先感谢大家在临近饭点的时候 然后参加我们的今天最后的一个session 不是中午之前 然后另外的话在开始这个演讲之前 我需要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Victor 然后可能大家在之前 就是上午的那个keynote上面 已经有比较深的一个印象了 然后一个非常impressive的这样的一个keynote 所以Victor, do you want to say hi to our audience? 谢谢 如果有任何朋友 請問 然後 如果有人回答給你 就說 總理解決 是的 如果是你 請問這個 謝謝 謝謝你們 OK 所以大家如果待會 比如說 Q&A 的時候想有一些問題 什麼的 Just ask Victor OK Let's get started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于IBM 然后目前是在CrossPlan的社区里面 是一个作为Maintainer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今天CrossPlan的讲座的话 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快速地过一下 关于CrossPlan的一些basic的一些knowledge 以及一些advanced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因为我们应该只有35分钟的时间 所以这个deck的前半部分是for beginner的 然后后半部分时间允许的话 会给大家讲两个新的feature 在下一个release CrossPlan release里面的新的feature 并且可能会有一个小的demo 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来说一下what is CrossPlan 以我的理解CrossPlan它是以Kubernetes native的方式 去集中的统一的对多云或者是混合云环境下的各种 像服务啊资源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进行部署编排还管理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谓的Kubernetes native可能后面大家会不断地看到就是它实际上是本质上讲就是采用这种Kubernetes decorative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性的这样一种方式 decorative API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CrossPlan它可以帮助你构建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control plan 你可以定制自己的control plan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self-service 并且这种高度的定制化的能力呢是不需要任何代码 或者是只需要很少量的代码 那这个很少量的代码为什么呢 后面我们会看到 OK 那稍微介绍一下这个CrossPlan项目的一个历史 那CrossPlan的项目实际上是在2018年的12月份launch的 而它的creator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CNCF 有的同学可能了解就是那个CNCF的另一个graduated的一个项目就是Rook 然后同样也是这个的creator 所以他们在这个2020年6月份的时候被CNCF接受为sandbox project 然后在2020年的12月份是第一个1.0的release 然后21年就进入到这个incubation 然后目前最近的一个版本的话是1.13 然后很快10月下旬的话会有一个1.14 目前的话正在向graduation的这个project在努力 OK 这个是目前的CrossPlan的社区的一些活跃度的一些状态 然后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应该目前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CNCF的项目 接下来就跟大家勾诉一下就是一些basic的一些信息 那首先了解CrossPlan的话最基本的一个coreconcept 应该就是这个managed resource 那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面提到CrossPlan它的目的是去orchestrate这些个public cloud啊 或者是一些on-prem的这种service的一些这种编排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AWS可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AWS它有很多的服务和资源 从网络到数据库到这个EKS等等 还有一些infrastructure的一些这种service 那所有的这些service在CrossPlan的这个上下文里面 其实都可以对应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managed resource 或者说受控或者是托管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 Cubernetes的一个resource的这样的一个格式来定义的 这个是AWS的这个S3的bucket这样的一个resource 然后在底下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些metadata的一些数据 实际上是用来描述这个bucket的一些信息的 所以它在Kubernetes的世界里面 在CrossPlan的世界里面 跟远端的这个AWS的相应的这个bucket 这个资源或者这个服务 是有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关系的 接下来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当然还会看到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Cubernetes的resource 所以它有Status有Events 那这些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Status和Events来反映 这个managed resource在运行时的阶段的一些变化的状况 还有一点就是Reconciliation 这个在那个Cubernetes的这个世界里面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在Cubernetes里面我们是通过Controller CubernetesController来控制的资源 对资源的一些管理的操作的 它是以一种就是Reconciliation的这样的一个 不断地retrad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还是前面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我们把一个前面这样的一个bucket 这样的一个resource apply到Cubernetes cluster上面之后 那么通过API Server 就会被一个专门的这个S3的这样的controller 被它watch到 然后因为这个control里面包含了一些逻辑 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解析这个Cubernetes resource 然后再去调用相应的AWS的API去操纵这个远端的这个S3的这个service 所以这就完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端到端的一个链 这张图实际上是用来就是给大家一个印象 就是说CrossPlan在整个Cubernetes的这个生态里面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讲的这些个一些CrossPlan的一些能力的话 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底层的Kubernetes的一些机制 包括它的这个run time 还有controller的这个run time API machinery等等这样的一些 然后CrossPlan的run time实际上是在 它之上的很薄的这么一层 所以它是非常轻量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我们的一些customer logic 可能会后面会讲到就是比如说一些provider等等 那这个上面的两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CrossPlan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OK 那下一部分的话就是讲怎么样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composition 利用composition我们可以去构建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control plan 那在CrossPlan里面 composition它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些我们前面讲的managed resource组合起来 然后呢再以Kubernetes原生的这种方式 暴露出来一组更high level的这样一组API 供用户来使用 那意思就是说同样它还是composition暴露出来的那个接口 还是decorative的声明式的 然后呢并且它会把一些就是底层的managed resource的相关的一些细节能够隐藏掉 所以这样的话用户它只需要关心我们希望它定制的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目的 而且呢这个过程呢是不需要有任何代码的这个设计的 就编写的 只需要编写一些yam的文件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左边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们像前面的那个bucket 就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claim 当用户apply了这样的claim之后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Xrd 大家可以理解就是Xrd是类似于这个Kubernetes里面的这个CRD 所以claim和Xrd的关系就像是CRD和CR的关系 CR就是Kubernetes的custom resource 然后呢有了这个Xrd来去定义这个claim的它的一些schemer的这种属性之后呢 在配合 待会我们会看到composition会长什么样子 在配合composition之后 那么这个crossplane它就知道怎么样根据这个claim 去把它翻译成相应的一些managed resource 然后呢再由相应的这个controller去操纵远端的真正的这个那些 比如说AWS的这个service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所以底下这一页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应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左边claim是一个postgreSQL 然后呢通过Xrd加上一个针对于SWS的这样的一个composition的定义 然后它可以把这个postgreSQL的这个claim翻译成相应的一组managed resource 包括什么securegroup dbperimitalgroup 还有rdsinstance等等等等 这个是一个更细一点的力度的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Xrd会长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其实长得非常像CRD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下边从这个地方开始 Schimmer OpenAPI v3 Schimmer 实际上就是CRD里面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 然后这个composition也是刚才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首先有一个reference指向这个前面我们定义的那个Xrd 然后从这开始resources再往下是一个managed resource的定义的一个列表 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某一个resource里面它会有一些像patches这样的一些字段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 实际上它是在说告诉cross plan你去从claim里面这个spec read capacity这个字段里面把那个值取出来 然后呢再设置到我们的这个managed resource里面相应的这个字段里面 所以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translation的这样一个过程 有一些这种translation transform或者是会更复杂一些像这个例子就是它用了一个map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claim里面看到的这个location是像EU US这样的一些可读性更好的一些值 那这个地方它会把它做一个翻译根据这个mapping table 然后把它翻译成真正的实际的这个AWS的service所认的这样的一个值 所以这是有这么一个transform的一个过程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怎么样去extend cross plan来构筑我们的这个control plan 那这里面要提到两个概念重要的概念在cross plan里面 一个是provider 一个是configuration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rovider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直接跟那些controller 直接跟这些外部的service去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部件 一个组件 然后呢configuration呢实际上它是一个package 里面包含了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些composition 以及XRD等等这样一些资源 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可以被打包成 就是遵循OCI这个规范的这样的一个image 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迫使到像普通的container image一样 迫使到container registry里面 然后再去把它迫下来 OK 这个是讲的就是目前cross plan provide的这样的ecosystem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好多的这些已经support的一些这种 比如说公有云上面的一些服务 以及一些某个特定领域的一些像比如说Argo CD 然后Galab等等卡夫卡等等这样的一些 一些这个就支持的这些backend或者是外部的一些服务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点一下就是说那个是目前在cross plan 社区里面的这样的一个marketplace 然后在这上面大家不仅可以找到provider也可以找到一些configuration 它相当于是一个汇集就是所有的这些社区里面包括一些official的这样的一些provider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OK 这个目前为止就是basic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看还有时间 所以我会继续讲就是advanced的部分 那这个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两个 一个是叫composition functions 这个可以认为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composition的一个升级版 然后还有一个是后面会讲到就是叫order deletion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挺重要的一个feature 在下个月的这个版本里面会有 首先composition functions 先说一下这个背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composition 它实际上我们知道它典型的是一种yaml的这种文件的格式来去编写的 那么它实际上会有一些limitation 尤其是我们在就是描述这些managed resource的这种compose的这种能力的时候 如果需要有一些这种动态的这种特征的话 那么目前的这个composition它是全部都是static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支持的 比如说它没有这种循环 没有这种条件 没有包括像类似于这种helm template这样的这种模板机制 就是如果有这些的话那么会使得这个composition再定义起来会更加的灵活 所以这是它目前的一个缺陷 那为了解决这个缺陷呢 我们就引入了这样的一个functions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实际上在1.11的这个版本里面 实际上这个composition functions已经released了 它是一个alpha的一个版本 那我记得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欧洲的这个copicon上面 其实有已经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feature了 当然下一个版本就是1.14的版本会进入到beta 那这个应该是会一个更加成熟的这样的一个feature 那么如果我们看它的这个composition function的这个 就是基本的这个做法的话 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pipeline 一个通过一个定义在你的composition这个yaml里面去定义一个pipeline 然后呢去把一些function以step的方式给它串起来 那待会我们会看一个例子 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用你喜欢的或者擅长的这个语言 编程语言去写你的这个function的逻辑 那么并且的话甚至你可能不需要就是从头写你的这个function 因为有很多reusable的这种function可以可以你直接可以去拿来用 比如像harm或者go的这种template的这些 待会会有个例子给大家看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就是这个这个就function它是怎么工作的 那么首先呢就是和前面的这个provider和configuration类似的 这个function其实它也是可以被打包成一个container image 然后它本质上来讲实际上就是一个deployment 在kubernetes里面是一个deployment 并且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左边是crosspan的这个code的部分 然后在一个k8的这个集群里面 然后它的右边是有一系列的这种function 然后每一个function都是一个deployment 然后彼此之间 它们彼此之间是通过grpc的方式来进行通信的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 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去compose这些managed resource的时候呢 经过这个pipeline上面的所有的这些function 它会一步一步的就是把比如说当前这个function 会接收来自于上面这个function的output 然后呢再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做一些validate 一些验证的工作 然后再把它交给下一个 如果一些顺利的话把它交给下一个这个function 当所有的这条链上都走完之后 那么它会返回给crosspan 然后再由crosspan去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怎么样build这个function 那这个实际上是 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像sdk的一些支持 以及包括一些command line的这种tooling的支持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cubecatl 然后去run一个initfunction的命令 来去初始化一些这个框架代码 一个function的框架代码 还有呢我可以通过这个类似的命令去build它 然后呢push到一个register里面 或者我们还可以做一些local的一些test 都可以通过命令来实现 使用这个function的话 那首先同样呢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crosspan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kubernetes everything is kubernetes resource 所以呢这个function同样也是通过这种 custom resource的方式来体现的 所以首先我要install这个function的时候呢 会deploy这样的一个类型叫function的 这样的一个kubernetes resource 然后呢再在这个我们定义的某个composition里面 去一个引用指向这个function 然后再去提供在这个composition里面 去提供相应的这个input给这个function 这样就ok了 还有一点就是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可以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种 就是声明式的这种定义 composition这种方式 我们把它叫patch and transform 或者pnt的逻辑和这个composition function 实际上是可以组合在一起来 就是非常灵活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例子 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同样还是composition 然后呢它体现的是一个for loop 那它用的是一个叫go template 这是一个现成的一个go template 这样的一个function 然后底下这一段 大家应该很熟悉 就是类似于helm template里面 去做一个for each的这样一个loop 然后指定有多少个managed resource 这种instance类型的这种managed resource 然后动态的就会 它会根据你这个需求来render出来 若干个相应的这个managed resource 所以这个是就是它的一个动态特征的一个体现 ok那下一个例子就是 那个新的feature就叫order the deletion 那我想说的就是order the deletion 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feature 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的所有的这些cross pen的feature 好像都讲的是how to provision 但是没有deep provision 因为我们知道在deep provision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resource和resource之间 有这种依赖关系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你会fail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会有order the deletion这样的一个feature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熟悉的 kubernetes的这个最终一致性的这个特征 它是通过不断的retry retry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 这些resource的一些failure 最终它会success 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resource和resource之间 有dependency的话 那么当我们去反向操作的时候 做delete的时候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个ham release 然后它被deploy到了这个eks这个cluster上面 那这个cluster也是一个kubernetes resource 那就意味着这个ham release和这个cluster 之间是有个依赖关系的 当如果我去删除这个cluster 就是直接先删除这个cluster的时候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ham release 就会变成一个 就是offen的 就是一个孤立的这样的一个resource 就留在那了 就变成一个垃圾了 所以这个是在order的deletion出现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叫usage API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功能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cross plan又向前进了一步 它把它的这个scope又extended到了就是deprovision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usage API它是怎么做的呢 这里面可以看一下 就是首先现在应该是在就是10月份下旬的时候 1.14的版本里面它会有一个alpha的release 然后它实际上同样也是一种decreation的方式去声明 就是resource和resource之间的这样一个dependency 那这个relationship是怎么声明的 这个后面我们待会看到 有一点就是说有了这个usage之后呢 那么我们借助cubernetes的这个native的admissionwebhook 我们就可以让cross plan来帮助我们去检查 当我们去做一些危险的操作的时候 那么它会如果根据这个usage判断 发现这个是invalid的这样一个操作 是危险的操作 那么它会deny OK 那这就是一个usage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两块 一块是这个off off代表的就是被依赖的那个资源 就是我们前面那个例子里面的cluster EKS cluster by呢就是我们依赖的那个资源 time release依赖于cluster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 那么我们就定义好了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 还有种特殊的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如果我们省略了这个by的话 只有只留这个off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resource是永远都不会被删除的 在某些特殊的场景下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OK 那下面就是一个小的demo了 那这个demo的话 底下这个link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的 就是它在GateHub上面会有 然后它想做的一个事情的话 稍等一下 我把这个 我还是 这个好像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吧 就是这个图实际上是它里面那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claim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database 然后带有一个这种user的定义的这样的一个依赖 所以user这个资源是依赖于这个database的 然后呢 当这个claim被provision到这个kubernetes的环境里面之后呢 那它后面会有一些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provider 里面有ham provider kubernetes provider sicc provider 分别是用来 就是做具体的这个创建这些资源的这个操作的 像这个ham provider它会去 就是创建出来一个mirrorDB的这样的一个instance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会有一个 这个sql user 这个sql user它是依赖于这个database的 所以 然后实际的这个instance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那个database system的这个namespace下面 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mirrorDB的instance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video 我还是 请在诺人程中欢迎 Literally Increased Pod Cle areas ج儿对 magic Vi得不ång是 ad所以呢 这个是我在我的local的MacBook上面装的一个 Kind的这样一个小的Cubernetes环境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其实已经 deploy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claim 以及它相应的一些资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 最上面那个是Helm的Release 然后下面是有个Kubernetes的一个Object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secret Kind的那个地方应该能看到 然后最下面那个就是那个user 然后如果这个是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就是有一个MariaDB被亮起来 最上面那个地方Maria-0 如果我们现在去删除这个cluster 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server Xdatabase这个server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error 就告诉你说这个当前你要删的这个资源 是被另外一个in-use by one usage 就是最下面这行 可能有点这个傻 然后会告诉你它是哪个资源 用的这个resource 所以它会拒绝你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如果我们看 这个可能打不出来 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它那个定义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它的 我其实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就是它会有那个usage的那个resource 如果你去output它的那个yaml的话 你会看到它有一个off和by 然后里面会定义好 就是相应的这个relationship 那我的这个demo就到这了 然后我不知道后面还有多长时间 然后接下来就是Q&A环节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提问 感谢您分享我对这个CrossPlan 未来很期待 然后我有一个实际的我们公司的一个问题 就是像我们公司在这个Terraform上已经花费了很多的精力 那我感觉像CrossPlan 未来可以就是说处理这个Terraform类似的一些需求 那我的一个疑问是CrossPlan上面的provider 它对这个因为我看 比方说像AWS 像Azure或者是Google Cloud 它的知识已经比较完善了 那像对国内的一些Cloud可能没有这么完整 那是不是这些resource还是完全依赖 就是说这些云场上自己来开发 然后的话还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 那是不是我前面也在查 有那个composate resource是支持这个Terraform的 是不是说我们可以用那个composate resource 去用这个Terraform的这个module 来变相地支持这个像这种国内的这个云场上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刚才你有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说 我的印象当中在 因为CrossPlan的这个provider 在这个社区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然后国内国外的一些这种开发者 应该都在里边 然后我记得也是会有些国内的一些 并且的话它是open 就是对所有的这些开发者都是open的 所以如果说任何人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都可以在里面去参与 然后去开发自己的 像我本人其实有一个就是provider是for ansible的这样一个provider 其实也是就是personally去放到里面去那个什么 然后现在也在那个marketplace里面能够看到 这个其实是open to everyone 不一定是限定在某个这个就是厂商来提供的 对 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terraform的话 实际上在那个crosspan里面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就是for terraform的这样一个provider的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如果说prefer crosspan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用crosspan pure crosspan这种方式去做 而且它可以适配很多的这种就是外部这种服务 以及这些tooling 所以不一定要去做一些很就是绕的这种方式 对 希望能回答 但是我觉得可能像weave一样它有选择观测性 就我们有没有工具可以说看到说我所有的就设施的那个 比如我的有哪些设施有哪些位置 然后它的接规状况 然后它的甚至比如它的费用 就我一个全局的了解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小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比我经常有时候我们去AWS去创建一个什么东西 删除之后发现会有一点小坑 你的资源有关不资源它故意让你 也不知道故意吧 就是有可能删不了 然后你就发现过几天之后它就又费用 就这个crosspan我不知道 比如我删除一个资源之后 会不会有可能在云厂商或者什么地方有遗留的一些潜在的一些东西 会导致你产生费用 我觉得我简单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那个像usage API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去帮助你去解决 你说的那个这种offend或者dangling这种resource 就是我生命的比如说我去创建一个集群是吧 我在开发上AWS上创建一个集群 其实我可能它有志愿是帮我潜在它帮我创建的 但是我删的时候它要用我眼影显示去删 我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我自己定义出来的 只有定义出来我肯定会删的 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没有银弹 no magic 然后如果你了解它的这些一个依赖关系的话 那么实际上在cross pen这个层面 我的理解它能做到的就是说 刚才那个我没有演示 就是它可以就是你删那个claim的时候 那么cross pen 只要你告诉它这个dependency的话 那么它会帮你去安续地去把这个做一个清理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定程度的来解决你的那个问题 然后你刚才提的那个第一个问题是吧 是关于那个可观测性是吧 然后那个Victor I think that's the you are the best on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yeah the question is about whether or not a cross pen support some kind of observability maybe in future or whatever observability yeah because yeah so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okay and so I think just like microservice application you need some of the ability inside of your infrastructure like what kind of cowide or cloud provider I'm using how many cluster are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healthy status and even the cost so I want to know I want to have a lice touch board I can manage the potential problem maybe the financial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so I will also answer it in a slightly more generic way because I think it's important one of the big advantages of cross plane is that it is kubernetes native and what that really means is that cross plane itself is a project does not need to build the tooling for everything for observability for logging for this or that right or synchronization right everything that is built for kubernetes should work well with anything else meaning you mentioned observability right there is a kubestate metrics project that works well with prometeuse that gets events from your resources in kubernetes cluster you cross plane events already contain probably most for the problem with this availability of your infrastructure is constantly stored and updated in in the status field of your resources right in status you will see oh this is not group in AWS it's synchronized not synchronized it is healthy not healthy right so all those things are available as statuses in specific resources you can get those statuses put them in permit use data dog whatever and the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with them I don't know you know from QL count this or that that has this file you put it in a graph and all those things right and the same thing applies for everything like we heavily use Kaverno for policies Loki for logging and Argo CD flux so the short answer is yes as yeah that so data is there it's up to you to get that data and put it wherever you would put it and you would get the data in it similarly it's a similar thing like for example if you you would like to know the statuses of your pods right you would get the statuses through false whatever synchronized not synchronized put into Prometheus or somewhere and query right same thing same logic so short answer is yes anybody else wants English or Chinese or me specifically are you going to ask me for money I don't have that thanks Victor because I watch a couple videos on YouTube so and I do understand that you promoting cross playing heavily and correct yeah correct there was a couple of us came from Australia and we do run our own cloud for the academic in Australia so at this right this moment we are deciding whether we're going to use cluster API or cross playing and thanks for the demo this morning and and by attending this session here we kind of are more leaning towards cluster API the very very decision we are making right now is our user our user they don't they'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 so-called cluster with this still the user needs to understand and most of the user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normal CLI especially with terraform or so-called open code and then they will build the cluster and we run a thing called the magnet because we run on open stack so looks like from our user case we'll be go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a cluster the cluster API so as I manage for cross-plane the user obviously needs to know Kubernetes beforehand that is the kind of a slightly disadvantage I guess Thank you In both cases somebody needs to know Kubernetes in both in case of cluster API and cross-plane something when something runs in Kubernetes somebody needs to know about Kubernetes now that somebody does not need to be the end user the one creating the cluster right because in both cases you're writing funny lines of YAML you're pushing it to git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have tea or coffee right the rest is handled by the system margo cd flux or whatever you're using right so I don't think that that's a problem and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s better than verse because I never compare things kind of eye cross-plane is better than verse what I will tell you is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luster API and cross-plane is that one is opinionated and the other one is not and both cases have good and bad sides right with cluster API you have a production ready cluster like this right with cross-plane you need to invest time the end result so the positive thing about cluster API is that you have it up and running and it's production ready the negative thing about cluster API is that if that is not exactly what you need you're in trouble right now it all depends really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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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question of I would say I'm going to ignore now cross-plane and cluster API if that if a vendor opinionated solution works for you use that always it's always better to say I don't know this vendor offers me this I click a button and I get exactly what I need that's always a better solution than for you to spend days or hours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the alternative solutions are good when that does not work for you right like cross-plane if cluster API does not do what you need it to do cross-plane is good option if cluster API is creating clusters the way you want them go for cluster API you'll come to cross-plane for something else because it manages other stuff so it's no problem at all the challenge we have is actually because as I mentioned before our user is academic so they actually have to customize their kernels and as well as we have to run customize the GPU code etc so the cluster the node has a very specific configuration that is where we kind of hesitate using cluster API it's because it doesn't provide precise what we want and we cannot control because each research group will have their own individual usage and as the user case as well that is where our challenge was cross-plane requires work but it allows you to do exactly what you want if what you want is already provided by somebody else cluster API yeah please use it don't go for cross-plane is this recorded? I might not have a job after Shanghai but yeah that's the short version it's a great project so I love what I'm really keen to tell people is that 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moving towards managing whatever we are managing through Kubernetes API to me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right because it offers benefits that we don't have without it now whether what you manage through Kubernetes API cluster cluster API or cross-plane or I don't know what else Caverno or this or that all good